在台湾 台湾伊斯兰研究学会与福尔摩沙学会 共同举办理解伊斯兰国ISIS争议座谈会 与会者强调 在世界制造恐慌的是极端主义分子 而非穆斯林 要杜绝ISIS的暴力 还是要回归教育 福尔摩沙学会理事长初雅士在论坛上发表 宗教与极端主义演说 他指出 出雅士说 伊斯兰教是提倡和平的宗教 真主阿拉说穆斯林是走中道的民族 而非极端 并且禁止杀人 遵循原谅与宽容的教义 而且提倡多元文化 和平与友爱 但极端主义分子却忽略了这些教义 必须谴责这种极端主义的观念 出雅士表示 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孙阳明从历史原由来分析ISIS成立的原由来分析 他指 过去各区域有各区域的老大 区域老大管好自己的区域 但通通向世界老大美国负责 美国与各区域的老大分享权利 但是到了美国小布希总统 鹰派势力抬头 孙阳明说 小布希跟他的这一批火神队的人 高举着这个自由民主 就是美国是价值的大旗 所以他所有事情他要单边 一个人他要自己全部负责 就没有刚才讲的说区域的老大 没有区域的老大 没有 怎么办 他一个国家 他要把他的意识形态 要把他的价值推展到全世界 所以他等于是一个国家要面对全世界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 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自然会发生 政大教授顾鹏认为 在ISIS的恐攻中 土耳其除了获得军火贸易 也借机向欧盟伸手取得经济的援助 否则将有大批的难民进入欧洲 去年底ISIS恐攻巴黎 逾百人死亡 今年初土耳其伊斯坦堡布尔市 发生自杀爆炸 造成十多人死 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机场 22日也发生爆炸 造成数十人身亡 不过 福尔摩沙学会强调 穆斯林不能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也不可能是个穆斯林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céu